7月31日,多倫多警隊52分局,連同3間4院的法師,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呼籲佛教信眾及廣大民眾不要輕信街上兜售佛諸佛像的賈僧侶所言 目前,在大多倫多地區,已經接到11宗起伏黨行騙的報案 致使受害人損失數千元 52分局局長指出,賈僧侶在街上向圖人行騙,這種行為實屬違法 我們佛光山市的出家人法師是絕對不允許也不會在外面去做這樣子的化園募款 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師說,上述化園的手法都是接的惡緣,不是善緣 市民向寺院捐款,也是出於樂捐的態度,強行化園之風不應主張 另外,因為聽說有人在外以佛光山的名義在募款 請各位有緣的社區朋友們,要確認我們佛光山不會這樣做 另外,我想站在一般的社區民眾也好,佛教徒也好 請各位不要助長這樣的風氣 如果你看到這些假冒出家人身份的這種形象出現的時候 只要你不用理會他,不要給他 慢慢的,他不會用這種方式去行騙 我們加拿大佛教會佛山金社不會在外面,特別是在街道,在這個小屏幕那邊去化園 也不會去討價還價 所以呢,如果在外面有冒充加拿大佛教會佛山金社這個名義去化園的 請大家可以打電話給我們佛山金社 佛山金社助持答義法師表示,佛山金社不會派人在街頭籌款 雖然,目前加拿大佛台山的項目正需要大量的經費 但是佛山金社籌款有自己的方法和途徑 對我們佛教界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們呢,也一直想辦法怎麼樣來杜絕這種現象 那我們要跟那個警察局呢,有多次的溝通、聯繫 看怎麼樣來迷惑我們這個佛教的形象 中區華部商業促進委員會主席雷普信 當場向媒體和法師出示了他在唐人街拍下的厄僧畫園的照片 警方相信,有更多的受害人沒有報警 呼籲華人社區一旦發現上述行騙行為 馬上向各警察分局報案 我們不要上當,不要受騙,不要去理他 他們拿符像給你,拿什麼平衡符給你,拿什麼東西 你不要去理他,這樣是最好的 不要覺得他好像他是一個出家人 然後拿一個平衡符給我們,不接受好像覺得不好 或者是看到他很可憐,生活不好 我們就拿錢去幫助他,助長他,這個環是不好的 我們要賺錢去幫助,就是要賺錢去給你 我們贏得好拍照 我們別這樣,不要這樣 我們就把很多觀眾都電話來拍給你 我們不怕,不用了 你來自於是不一定還有做的 你們要負錢去幫助那些人 他,我們要賺錢去發展 我而不是,我們要賺錢去做的